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能有机会再次来到上海 然后来到库博康 来继续分享 有关Harvard项目的一些最新动态 大家如果去年参加过的话 在去年的库博康上海 Harvard是被宣布成功进入 CNCF以英国北京项目的 它那边有需要录视频 可能就往那里站一下 台子上是吗 不好意思 这不太习惯站这么高 这就已经看不见 我就看这个吧 好 那我继续吧 就在去年的上海库博康 应该是11月份 Harvard项目被宣布 就是成功进入CNCF 以Incobitance项目 这也是中国开源界第一个项目 第一个源自于中国 然后成功进入CNCF的项目 那么经过这个半年多的时间 那我们项目也继续在往前发展 Harvard项目也比较活跃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更新来讲给大家 今天有两个speaker 一个是我 Steven Zou 然后是这个项目的CoreMaintainer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CoreSpeaker 文开 他也是这个项目的Maintainer 那特别提一下文开同学 文开其实比我加入这个项目更早一点 然后现在是 Top1的这个项目的Contributor 所以大家有什么更多的问题都可以问问看 好 这是我们两个简介吧 主要是说一下那个在GitHub上 我们俩的这个图标 一个是那个GitHub ID的 然后问开它是这个Key 那今天我们主要分一下四个部分吧 第一个部分我会先简单的 讲一下Hub的Overview 然后再展开讲一下 Harbor在上一个1.8版本里边 Deliver一些比较重要的功能 然后会再给大家 收一下在1.9里边 我们会有哪些feature要进来 那再往更远的谈一谈 Harbor在未来 不远的未来 我们还有哪些功能 要在这个plan里边 那最后返回来的话 我们会讲一下community 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开源的项目 那开源项目的发展 是需要社区来支撑 所以会讲一下community的一些事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Overview吧 经过这个Harbor 已经经过两三年的这么发展吧 目前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功能了 那我今天就是通过四个方面 来展示一下Harbor 已经有哪些功能 第一个从Fundamental的角度来说 Harbor现在除了能管理这个Image 就是containedImage之外呢 我们现在也能支持 就是对Chart的一个Management 也就是说我们既是Amin Registry 也是Chart的Repository 那同时呢 通过一些基于 Inharbor是基于原生的Docker Registry 所以从那个Docker Registry 也继承了一些原生的能力 包括Multiple Storage Backend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支持Multiple Consumer 就不同的Client 那还有的就是说 我们有Andedity Integration 也就是说可以通过 集成你的RDAPID 然后集成OIDC 来完成你的Authentication 或Authentication 然后呢 我们也提供了就是比较强大的 Management Portal 方便大家去做一些日常的Management和运维的能力 当然也提供标准的REST API 以便大家在和自己系统做集成的时候 更容易一些 那其实我们也有一个Command Line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官方 就是官方社区来支持的 是一个社区的Contributor 他来实现的 基本上大部分已经能支持很多这个命令 但依然可能版本没有 Harvard本身版本更演进的这么快 目前应该停留在之前的版本上 那从Fundamental之外的话 从Operation的角度来看 我还是先讲一下那个Security 这个大家比较关心 那因为在企业级应用场景里边 Security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Fox 所以从Harvard的角度来说 目前我们其实也提供了很多Security相关的这个feature 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网络Bedit Scanning 就是关于镜像漏洞扫描 这个我们是基于Clear这么做的 就是可以帮助大家扫描 在Harvard里边的镜像提供相关的这个Summary 以及CVE的一个list 当然我们也有Content Trust 基于Notary 这样的话帮你镜像签名 以保证你的镜像来源可靠 好吧 然后呢我们Harvard本身也有Name Space Adulation 就是每个东西可以通过Project 来做一个更高级别安全隔离 然后呢可以设置一些Distribution Policy 这个Distribution Policy 就是当你在分发你的镜像的时候 是可以设置一些安全策略 目前比较支持比较知名的就是说 你可以只分发你签过名的 就是Content Trust Enable的 如果没有Content Trust的 是可以被阻止的 另外一个就是Volability 你可以设置说 比如说只有低级别的这个Volability 才可以被分发下去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些media 或稍微高一点的严重性的 这个Volability的话 它就可以被阻止分发 然后呢我们也提供了这个RBAC GRBAC的Access Control的这么一个机制 可以通过不同的角色来管控 来赋予它不同的这个能力 当然我们也有For Auditor 就是有Access Log 就每一个相关重要的Push的 都会被记录在案 那通过Operation的角度来说 一个比较强大的功能是Content Replication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Harvard里边的东西 replicate到另外一个Harvard实例 那再一会儿会谈到在最新的1.8的release里边 就是从Harvard可以到其他non-Harvard 或者Register的支持这种Amed的Replication 并且是双向的 也就是说从当前到远端 也可以从远端拉过来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更新 另外一个就是OnlineGC 这个很重要就是说 当我们运行一段时间之后 会有一些Untag的一些 等于就是Dirty的一些地址上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Online的GC 而不是复杂的那个命令 就可以完成整个Gabbage Collection 这么一个过程 那另外我们也增强了这个HarsCheck 就是提供HarsCheckAPI 提供通过这个API 你可以获取整个Harvard的健康状态 并且每一个走街的健康状态 也会被在这里边返回 这样的话便可以和你的Monitor平台做集成 那另外一个是重要的 对CICD的支持就是Robot Account 那这样的话以后 你不需要用你自己的Root Account 而是创建一个Robot Account 在你的CICD拍摄论里面去使用 那另外一个Deployment 那目前我们支持 Deployment有两种重要的形式 一个是For这个纯粹的Docker Docker environment的话 是有Offline和Online Offline就是说所有的package 已经被打荷包了 所有Image都在这个里边 而Online的话就是说 Image是通过一些register来铺下来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支持Harvard Chart 对吧 For Kubernetes的环境 如果你像不Harvard到Kubernetes上 可以用这个Chart 这个Chart是可以支持HA方案的 当然这个HA方案目前有些limitation 就是你需要准备好你的 Psecure的Cluster和RegisterCluster 当然我们也在持续改进 那更多的话就是想谈一下Typical scenario for Harvard 就说其实我们Harvard会用在什么地方呢 我今天就是想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一些典型的场景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有 在你的CICID拍摄论 当你提供了Submit你的code的时候 你自然会触发你的一个CI 那其实这个CI的话 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部 比如说DEV的 然后CureE的staging的 它可以有多个register 当我DEV开发完之后 我build的出来之后 我可以放在DEV里的 然后通过replication到CureE去完成它的测试 CureE完成之后 在replicate到staging上去 当然这个可以是不同的 Harvard instance来完成 但是也可以用一个Harvard instance的 不同的project来完成 那当我在所有的这些东西 transfer这个状态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publish 到我的一个on-premise的一个 我的top的一个Harvard里边 作为一个部署的cadded 这个时候我通过我的build的indic 去触发一个CD 比如说一般我触发一个HarmicDaw 或其他类似相关的这么一个命令 来开始去deploy它 这个时候的话 我可以通过我这边的这个on-premise node 把它replicate到我对应的 这么不同region的节点上的register 这样的话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我在不同region里边的run time 去装的时候 我可以就近去 从我就近的这么一个register里边去pub 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也节省跨region的一些 一些这个traffic 一些可能不稳定的一些网络的情况出现 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就是左边就是当我们在csd 就在development阶段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image follow的一个流程 然后呢另外一个比较典型 当我在cd在deploy的时候呢 我可以通过我内网的on-premise node到我官网的其他的register node上 去把这个内容传达给他们 然后和run time run time就近去做 而不需要去连我其他的 这是cover了我们一些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场景 那我再快速过一下architecture吧 其实这就是比较纯粹的技术了 就说目前的话我们分了这几个方面吧 一个consumer的话 consumer大家可以看到是不同的client 我们会支持的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所有红杠线的都是我们自己的 比如说web portal 这是我刚才说了给大家提供过强大的基于web界面的这么一个管理的一个能力 那么进入核心块的话就fundamental service的话 我们是通过ngx完成API routing 之后进入我们的rest的API这个层面 这个是我们有bgo来支持的 那在这个核心里边我们会有authentication和authentication模块 这个模块可以连接adadab或oydc来完成authentication和authentication 然后我们有核心的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就是以前我们有个admise server来管理我们 hubber整个system和user settings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服务 那在1.8里边我们remove了 这个时候configuration management这个服务就进入了我们的call 然后呢我们的name space就project的管理也会在这里边 包括我们的replication,chart,services,scanner 和trust handler的一些integration的东西都会通过这来完成 都会在call里边完成 那因为像chart,services,scanner和trust handler 我们还有一些reliantunderground的一些底层的framework 所以这边会有第三方的一些service 比如doctorregistry就是原生的doctorregistry 来提供一些真正image的一些存储的机制 然后呢chart username 我们是用来存储chart 然后clare用来扫描notary是用来签名的 那可以知道就是notary应该也是csf项目 chart username也是csf项目 那在之下的话我们还有一些supporter的基本的能力 就是job service是一个提供异步执行 并发大并发的一个task就是工作队列 然后呢我们还有个gccontroller是用来完成onlinegc的机制的 当然还有logs 我们可以把logstool到output到相关的system 兼容的syslog兼容的这么系统里边去 那之下的话会有些底层的这些 我们用redis做一些cache啊 我们用logs storage 然后secretdb来做我们的metadata的存储 这边的话我们package刚才说了 我们会两种这种支持 好那这是刚才的整个overall 那现在我有请一下我们的maintainer 文开给大家介绍一下1.8一些highlights和1.9的一些新的feature 谢谢大家 我下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haber 1.8里面一些新推出的feature haber 1.8.0在那个5月21号在巴塞罗纳的库部抗上宣布GA 然后最近我们出了一个最新的release 1.8.1 然后fix了几个已知的bug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试用这个最新的1.8.1 然后后面是几个1.8的最新的feature 第一个是replication replication可以用来在不同的registry仓库之间同步镜像 这个在1.8之前我们也支持 但是在1.8.0这个版本中我们对这个功能做了很大的重构 在代码上有85%的扣的基本上都进行了重启 然后功能上也做了很大的加强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我们 我们之前是只支持那个同步镜像的在1.8里面我们支持了chart 就是你可以同步镜像或者同步chart或者是两者同时同步 然后第二个是说我们支持了haber 在以前的版本是haber只允许haber和haber实力之间进行同步的 在1.8.0里面我们支持了haber像非haber的仓库之间进行同步 然后我们已经实现的这个driver现在有三种 第一种是docker hub第二种是docker registry第三种是华为的这个registry 其中这个docker registry它是完全兼容docker的 它是docker v2 API的一种实现 所以说如果现在已有的进行仓库它实现了这个v2的API 其实它是可以用这个driver去做一些replication的工作的 然后我们在之后会deliver一些更多的driver的实现 包括亚马逊的ECR Google的GCR 还有微软Aer的ECR 包括Ali的registry 然后这个对不同registry的实现 我们是采用了一种非常灵活的可扩展的架构来实现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实现 除了这几种之外的其他driver 可以通过实现我们自己定义的一种一个接口 是包含几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融入到这个整套的这个框架中 然后实现这个像不同的registry实力同步的这种功能 然后第二个比较大的feature是OIDC 现在其实很多公司它都有自己的这个身份认证系统 我们之前是支持haber和AD或ADF进行继承的 然后在1.8里边我们进加了和这种OIDC provider进行继承 然后进行认证的这种工作 这个实现是完全遵循OpenID的这个spec的 所以说理论上如果以有的provider它实现 它是按照这个spec来实现的 它可以无缝的和haber进行继承 然后在使用的时候用户管理员 信用管理员在那个安装haber的时候 配置一些选择这个认证的类型为OIDC 然后配置一些必须的信息之后 用户就可以在外部上 外部UI上实现这个SSO 但是对于DockerClient或者是HamChartClient 它本身是没有能力处理那个redirect或者SSO的这种流程的 所以我们是提供了一种CRS Secret的这种方式 来帮助这些Client来和OIDC系统继承进行认证 然后这个haber内部会处理这个 这个CRI的Secret和这个OIDC token之间的关系 然后我们目前已经验证过的 可以和我们haber work的provider有这么几种 一个是Google的identity 还有第二个是dex 第三个是pinfederate 这个是我们的中端用户把我们验证过的 然后之后我们会增加更多的这个provider的支持 像这Kclock或者其他的 然后还有一些新的其他的feature 刚才可能有些已经介绍过了 第一个是robot count 用户可以创建robot count 并同时赋予它不同的 比如pull push image的权限 然后来更好的和CICD系统集成 然后第二个是health track 它提供了一个统一的API 然后可以用来监控整个haber系统的这个状态 第三个是我们对这个部署 部署的脚本进行了一些重构 然后配置文件由以前的简单的keyvalue形式 现在变成了那种yaml格式 就它可以更丰富的表达这种结构化的数据 我们还移除了之前的一个组件 把我等明server之前拥有的这个管理配置的功能 放在了call之中 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集成了API的power 这个是用户可以在这个haber的puddle上去 通过UI的这种方式去call一些haber的API 就方便debug或者是使用这个haber的这个API 然后下面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们1.9将会release的deliver的一些feature 我们我们的初步计划是1.9会在8月初FC 然后GA的时间是在8月底 主要的feature有下面四项 第一个是quota per project 可能很多某些时候我们会有这种需求 就是我们想限制某一个project下 这个emage或者chart的这个quota 我们在1.9里面会有提供两个metrics 第一个是数目 就是emage或者chart的数目 我们比如这个project只允许有一千个emage 超过之后这个就不能就继续往上push了 第二个metrics是这个size 就是我允许比如100G或者是更多的这个 再多之后也是不允许那个push 然后第二个功能是webhook 这个我认为是和CICD系统集成非常重要的一个feature haber系统内部会有很多的event产生 包括pull push,delete image或者chart 包括扫描那个镜像 它的扫描结果 它这个镜像是否含有漏洞 包括replication这些信息 然后通过webhook这种机制 我们可以通知到比如和harbor系统集成的其他的一些系统 然后方便整个这个workflow的串联 第三个是retention policy 当我们这个harbor比如和CICD系统集成 我们每天可能会产生非常多的镜像 然后有很多镜像可能是我们之后都不会用到的 但是它却占据了大量的存储 大量资源 所以我们想有一种自动的方式 可以把这些不用的无用的image清除掉 这个retention policy就是这么一个feature 然后它用户可以定义policy 来那个定义自己想要保留的哪些镜像 比如我想保留最近一个月push的镜像 就类似于这样的policy 然后其余不符合条件都会被自动给清理掉 最后一个是CVE wirelist 这个刚才那个Steven已经讲到 就是我们是允许用户定一些策略 如果发现这个镜像有一些漏洞的话 我们是不允许用户去pull的 但是可能某些情况下 我们发现其中某一条CVE 这个漏洞CC我们是可以让它过的 我们就通过这种一种白米蛋的机制 来实现这个功能 大概就是这些 然后后面请那个Steven 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route map 好 谢谢王先生 然后我们先解决一会儿再问问题吧 然后再更远的话 刚才已经看到1.9了 1.9有4LT所以应该很多都是 社区用户所期待的 那我们再往更远的看一看 在未来不久的未来 我们还要做什么呢 这个是从两个角维度吧 一个是从管理性 一个是从拓展性 那从管理性来说 好 你做了吗 可以 从管理性来说 第一个我们想涉及的是 Cubernetes Operator 就是说通过Operator来 Deploy Harbor这么一个 因为Operator现在也比较popular了 所以我们也会再考虑 在未来是否 提供Hubernetes Operator 另外一个说 刚才是Quarter Pro Project 从未来的话 我们可能会提供更完善的 Quarter的机制 包括从System级别 或者说刚才只谈的 Storage Set和Charge Number 或Amin Number 这些比较简单的 这么一个metrics 将来会有更多的metrics出现 那另外一个就是Advanced Access Control 那现在Hubernetes是基于 RBAC这么一个机制 来做Access Control 在未来的话 可能我们有更完善 基于比如说面向资源的 或ABC等等 更完善 更高级的Access Control 来实现更精气化的控制 然后另外一个是Login and Poder 之前的话 我们的C-Log 可能会透在固定的地方 之后我们会提供一些 Configure的机制 让它透在 用户配置的相关的地方 另外一个我们也会开始去 看Performance和Sigability 也就是说我们会 做一些Verification或Testing 来发现我们的Performance的 薄弱的地方会做 针对性的做一些提升 以及我们的Sigability 那从Sigability这个角度来说 第一个是HA 那其实大家如果用过Harvard 知道在Harvard的chart里边 是可以支持HA部署模式的 但是刚才我已经谈到了 其实现在的有个Limitation 就是在使用它之前 你必须准备好你的HA的Pseeker 和HA的Redis 那在未来的话 我们会提供一个Toto Package 就是一个完整的Single 简单的Simple的一个HA方案 便于大家Set upHA的Harvard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Security Service 我们会继续做增强 那一个方向就是说 目前我们是基于Clear做扫描 可能在业界还有更多 更fancy的一些Scanner Engine 所以我们未来会提供 Plugable Scanner 便于大家集成 或者连接对应的 不同的Scanner 来提供这门扫描服务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 Complaced Checking 等等其他的这些 有助于提升安全的一些服务 都会被集成进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Proxy Cache 这个可能有很多人 也已经提到了 我们的社区也听到这么多声音 所以这个我们也放在 RodeMap里边 就是将来我们可以提供 一个ProxyCache这种机制 那如果在Harvard也没有发现 我们从Upstream Registr去把它 扑下来 另外一个是P2P Distribution 这个就是说 当我们在 Large Scale Runtime Distribution的时候 会对Registr造成很大的这种压力 所以通过P2P Distribution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某种意义上 可以Reduce一些Workload 到Registr的一些Workload 而且能提升一些分发效率 尤其是在Large Scale的时候 可能比较有用 那么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一些 前期的一些Groundwork 而且这个Distribution 这个机制应该是由整个社区一起来完成 另外一个就是Repository Beyond Image和Harm 目前我们是Image Registry 我们也是Chart Repository 那在未来我们可能会提供 更多的Cloud Native Content的一个统一的机制 像CNAP Operator 大家在同样的User Experience 可以管理不同的Cloud Native Content 所以未来我们的目标是 Cloud Native Artifact Registry 好 这是我们的Road Map 一个成功的OSS Project 离不开社区的支持 所以我们想在这谈一下 Harvard Community 那Harvard Community的话 我们的Go和Mission 在这也就列出来了 就是我们是致力于 Build的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开放的 一个公平的 透明的 并且是自制的社区 也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一直致力于 推进Harvard社区 也就是也encourage更多的 相关的就是对Cloud的 Artifact Registry感兴趣的 这么一些同行啊 同学们都可以加入 目前的话在GitHub上 其实我们已经超过8200个星了 这个也印证了我们Harvard 是Open 然后Fair 也是受大家欢迎的 好 虽然Harvard项目本身 源自于中国 然后但实际上 目前已经冲出了 中国走下世界了 其实Harvard项目本身 已经是一个Global Country Maintenance的一个项目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Contributor 其实已经来自于 基本上我们126个 来自于65个公司 然后呢 基本上36个国家 分布在全球各地 然后呢 我们目前有14个 Regular的Mainteners 大体应该是来自于5家公司 分布在中国和北美 那么在未来 我们会有更多 更广泛的这些 Contributor和Mainteners加入 也许就是在座的某些 各位 好 刚才也说了 我们的目标和Mainten 至于构建开放 透明 公平 并且自制 所以我们这边 会encourage 大家来加入Harvard社区 来共同推动Harvard项目 不断的向前发展 那这有几种不同的 这么参与方式 一个就是说 作为End User 也就是说我们直接使用Harvard 在自己的系统里边 支持自家的这个研发 或者说把Harvard 在自家的产品里边 deliver给你们的客户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你们有问题 可以在GitHub和Harvard社区的 同行们做交流 然后呢 如果有一些好的 Experience sharing 希望大家就是 把它Summary出来 然后和整个社区 做一些分享 也许你们的Experience 会对其他 受其他问题困扰的 其他的Community Member 会产生一些更好的 这么一个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有 By-Wakely的 Regular Community Meeting 那欢迎大家在参会 去问一些问题 去讨论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作为一个Developer 你想做一些贡献 对参与到 开源项目来的话 那就是可以作为一个 Contributor 这么一个方式 那你可以通过 阅读Contributing Guide 来了解如何去开展 你的第一个Commit 当然我们鼓励 从一个Start Point 最佳的Start Point 从Fix一些Bug来 开始来了解 整个这个Deliver的 这么一个Flow 那如果你想做 Introduce 就是引入一些 更好的功能 或者说去对Harvard 的某些不太好的地方 薄弱的地方 做一些Change的话 我们你可以follow 我们的Gavis Model 这么一个Document 来提你的Proposal 那这个就是对Harvard 做一些Big Change 或者说Introduce 一个新的Feature进来 那我们也鼓励 你参与这个Community Meeting 来去Share你的Idea 去向整个社区 推荐你的Idea 这就是作为Contributor 参加Community Meeting 的一个方式方法 另外一个说 你想往前更进一步的话 成为项目 的Maintenant的话 那你就可以再贡献了 很多Commitments 就是Commit 就是贡献了相关的 比如说一个Signified 的一个Feature的时候 那就可以作为 我们的Maintenant Candidate 那作为Maintenant的话 你可能需要承担一些 额外的Reisposibility 比如要Reveal一些PR 然后对项目 未来的发展 对项目下一阶段 要Deliver的这个Plan 要有一些Comments 要有一些贡献 就是ReleasePlan 需要你Reveal 需要你贡献 另外一个 你可能会代表项目 代表社区 去在相关的会议上 做一些Presentation 比如像我们一样 然后呢 当然作为 每天的你可能需要 host一些Community Meeting 来展示 对吧 和社区做更多的交流 那再简单再提一下 就是说在社区里边 其实我们还有个Work Group 大家知道 在Kubernetes里边 它有一些SIG 然后有一些SIG下面 可能会有一些Work Group 其实Work Group 是一个很好的 将来自于不同公司 不同团队的 对某一个Topic 有相同兴趣的 这些Developer 可以聚集在一个 Virtual Team里面 共同来完成一件事情 那所以在Harbor里边 我们也Set up一些Work Group Replication是我们 第一个Work Group 那Replication是来自于 五家公司的不同的同事 在1.8里边 精力合作 就是做了一个 Replication Refactor 我们成功Deliver了 Replication Engine 大家刚才也看到 功能比以前要强大得多 这是来自于社区的力量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刚刚建立的 我们一个Scanning 我刚才也提了 我们会提升我们的 Security Service的一些能力 所以会有一个 Scanning的 这么一个Work Group 建立 它的第一个Fox的Topic 就是提供一个 Plugable的Scanner的 这么一个Framework 来对 让Harbor可以对接 不同的Security 和Wonability Scanning的产品 那这个Scanning 是由美国的两家公司 一个是Anchor 一个是Echor 这两家都是做安全方面 非常有经验的公司 来Set up的 那我想在不远的未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Work Group的一些成果 另外的话 还有更多的 一个是Notification 大家说了 我们WebHawk的Deliver 也是由其他的公司 几个通力合作 还有Life Circle Management 就是刚才提到的 第一个Topic 就是Tech Retention 另外还有P2P Distribution 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广泛的 一个Work Group 大家对P2P可能比较感兴趣的 很多同行都已经在加入在里边 好 那还有更多的方式和社区项目做沟通 那就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疑问 或者有一些新的Fature 或者有一些新的Requirement 或者需要和我们做一些 和社区Maintenant 项目Maintenant 做一些讨论的话 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大家可以通过邮件组 可以通过Slack 可以通过我们的Twitter 都可以 然后呢 我们是鼓励大家 如果自己有想法 有内容 或者有好的idea 或者有些好的experience 愿意去分享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的社区会议 另外的话 我们在公共运营上 搭了这么一个demo 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去尝试一下Hubber的话 可以直接通过这个demo环境 去做尝试 好 这是今天的主要的内容 对 我们的内容已经讲完了 那现在是个问答时间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好 我想问一下 看1.8百美元 在那个同步做一下增强 对 你好 我想问一下这个 因为我们公司里面 有一个小团队 在使用这个Hubber 我们目前大部分的 那个环境里面板凭是1.6百美元 我们也看到这个1.8百美元的升级 然后对那个仓库的同步 在这里同步 做了一下增强 对 我想因为我们在升级过程中 可能不一定能够把所有的环境 都能够同步升级到1.8 所以当我们升到某个环境 升到1.8以后 那个 这个USA的同步 它能够和1.6之间 那你说是不同版本的 Hubber之间的replication 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也有可能会遇到问题 我不能guarantee 就是说从 因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架构 两个不同的实现 但是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follow了V2的这么一个接口 所以从技术角度来说 不应该有问题 但是也有可能会遇到问题 那我们做一下测试 对 你可以试一下 我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看到你有后面 那个OpenIRD里面 有对着Kicklock的支持 有这个计划是吧 对什么支持 Kicklock 对 Kicklock 那个有具体的说 1.9吗 还是说 目前不在1.9 只是说未来会支持 就是说对于这个来说 就是我们刚才说 OIDC的实现 我们是follow了OpenID Spec 所以如果你的identity Provider 你是follow了那个Spec 从某种意义上 它是一样的 它应该是能通的 但是我们没有做验证 我们验证过了 我们会在那里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倡议大家 如果大家用了不同的 identity Provider 大家可以尝试着 按照我们的这个guide 去配一下 它有可能会通 通了的话 就可以给我们一个 这个消息 我们可以列在 它那个supporting list里边 这个东西不是说 去support 很多时候是要去做 verification的工作 去验证 就是说如果它 不是标准OpenID SPAC支持的 我们是 我们自己是不支持的 那我们自己验证以后 到时候给社区 对对对 刚才看到的 第三个 P-Federate 就是我们的社区用户 终端用户 自己验证的 它验证完之后 说OK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列在这 告诉大家 是这个是可以用的 因为那个P-Federate 其实也是一个叫 知名的那个 indedity管理的平台 谢谢 你有问题吗 你好 谢谢你的分享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 你提到了 多环境的管理 既可以用每个环境 有一个Hubber 也可以一个Hubber 多个project 那您建议是怎么玩呢 这个其实没什么 所谓建议什么 depend on 你们自己环境的规模 如果说你觉得 因为通过project本身 如果能达到那个规模 或者说变异管理 的话是可以 但是如果说 比如说你这团体 本身就很大的话 你可能setup一个独立的 Hubber instance 那可能是一个better practice 但是就是说 同一个不同的项目 一眼中达到相同的效果 就相同的目的 都是OK的 主要还是看你的规模 还看你自己环境 应用的一些需求 明白 这个没有一致的 好谢谢 还有问题吗 一分钟 首先我是刚用Hubber 然后觉得特别好用 然后呢 就是说 谢谢啊 谢谢 就是现在是 Hubber也是飞速发展的 后边会有一些 瘦身的计划吗 因为觉得有点重 其实受筛你是重在哪呢 因为 scanning和 content trust是optional 你可以不装 选装 当时是 就你说重在哪 根据那个 GitHub上的那个手册装的 然后是 觉得组件比较多 后边会不会组件 会越来越多呢 这也是个 这是个 这是个 怎么说呢 因为就是说 如果 micro service的话 它会有更多的 对吧 但是你觉得 这个micro service 你可能又太多走件 反正又不便于你 你想来一个 one container 是吧 单一容器 或单一节点 这种方式 好好好 我说这个 比较难回答 应该没有 特别的受伸计划 目前还是按照 这个规模往前走吧 好的 其实你也可以考虑 自己可以build的 如果你想要把它 缩减的话 因为我们是开源的 所有东西 都在上面 相关的build的 其实你应该可以参考 你可以把它build的成 更轻量化的东西 好的 谢谢 好 那呀 先下吧 它那个时间到了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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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